哎妈 你们怎么来了 快进来吧 妈 小弟 快里边坐 我去啊 给你们洗点水果 你就别去了 我去吧 你的手怕凉 妈 你们这次来 有什么事吗 是有点事 想和你们商量一下 嫂子 我这找了个女朋友 马上就要领证了 哦 是吗 这可是大喜事啊 是啊 是大喜事 但是人家姑娘说了 没房子不结婚 你也知道 咱家的条件也不好 也买不起房子 你看 妈 我跟英俊 也是攒了好几年 这个房子的首付 实在是没有余力 再买一套了 哎 嫂子 不用你买 我 那个美丽啊 你名下不是有一套房吗 就过户给你弟弟当婚房吗 可是 那套房子 是我爸妈婚前买给我的呀 怎么 你不愿意呀 嫂子 我都没嫌你那房子旧 怎么那么小气啊 不是 我 不是就好 就这么定了 不过 你那个房子装修 得重新装一下 现在太破了 你装完了 我跟我对象住进去 他也能舒服点 对不对 哎呀 那是自然 长嫂如母 那是他应该做的 就装那个 现在最时尚的那个是什么 新东士 没错 那个 看来又贵又上档次 都闭嘴 我不同意 英俊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那套房子是美丽的婚前财产 你怎么能打她的主意呢 什么婚前财产呢 美丽都嫁到咱们家了 那是嫁妆 就是咱们家的了 就是哥 你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给我住怎么了 你钱包里的钱放着也放着 你怎么不拿口给我花呀 惦记别人的东西 你还理直气壮的 妈 英俊 妈也实在没有办法的 咱家也实在买不起房 你总不能让你弟弟打一辈子光棍吧 我也没要过家里一分钱 我买得起 为什么他就买不起呀 都快三十的人了 整天不务正业 有手好闲 吃喝玩乐的 就知道啃老 凭什么让我媳妇给他买房子 哎呀 这都是一家人 这不是应该互相帮助吗 一家人 美丽刚嫁到咱们家的时候 小弟拦着他 不让他上桌吃饭 那个时候怎么不说一家人 一家人 他生孩子坐月子 你们没有一个人去帮他 害得他流了一身的病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一家人 在他需要的时候 你们视而不见 现在又一味的索取 你们能不能补这么双标啊 我 我就这么一个小儿子 你帮帮他怎么了 妈 您和爸不能宠他一辈子 等你们走了以后 他会会饿死的 现在还不迟 我给他找了份工作 他边工作边赚钱 等他能够独立了 再结婚也不迟 哥 你给我找那个活 那个半装太累了 失了一时 站起来做个男人 还是躺一辈子做个废物 你自己的人生 你自己决定 要是再打我老婆的主意 咱们兄弟也没个座 你是绑架的人 你放了我的